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 我們有跟大家報導最新的遊戲資訊 Final Fantasy 7 Remake 由 2015 年 E3 展公佈之後 到現在還未說預計發售日期是什麼時候 各位粉絲會不會已經等到熱情冷卻 覺得隨時 PS5 出賣,遊戲都未見影 還是像我一樣一看到它有新消息公佈 就立刻重現希望呢? 在 2015 年 E3 展公佈了重製版的消息之後 同年 12 月又公佈了一段實機操作的影片 直到去年的 E3 展才說早期的企劃已經結束正式進入開發階段 剛剛在 Sony State of Play 的直播節目中 就公佈了一段令人振奮的影片 在這段影片一開始就已經看到女主角 Aerith 還會看到她和主角 Carl 初次見面的畫面 除此之外就有遊戲的實際操作和戰鬥畫面 暫時看戰鬥風格有點像 Final Fantasy 15 是比較爽快的,跟以前輸入指令就有些分別 另外還看到另一個人氣角色 Tifa 的名字 不過可惜的是影片中就見不到她的身影 在影片結尾還看到 Carl 的死敵, Sephiroth 的背影 其實為什麼這款 Final Fantasy 7 會成為大家的集體回憶呢? 其實前六代遊戲畫面都是以 2D 形式表達 去到第七代仰賴於 PlayStation 的機能終於就有 3D 畫面 在 Final Fantasy 中是一個大進化 PlayStation 版的全球累計銷量超過 1000 萬套 而且是系列中最暢銷的作品 甚至在05年製作過 CG 電影推出 大家看回現在 Final Fantasy 7 的人物模組 其實就已經跟當年 CG 電影差不多 當然遊戲推出前還有很大的修改空間 這條遊戲資訊影片就來到這裡 記得留意我們的頻道 接下來六月有新消息再繼續為大家報導 記得喜歡的給個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我們下次再見,謝謝,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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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